镜头前,这位正在电线杆上进行高空作业工作的师傅名叫刘荣欣 他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供电段的一名电力线路工 今年53岁的刘荣欣是西宁客专电力工区的工长 他们工区主要负责明河南站到浩门车站 200多公里高铁线路供电设备的维护管理和应急处理任务 刘荣欣说,在电气化铁路区段 尤其对于高速铁路,电就是一切 供不上电,一切都免贪 所以他们必须确保供电设备始终畅通无阻 不能有丝毫松懈 在青藏铁路工作 最需要克服的就是高原缺氧和强紫外线 因为电力线路维修工经常要高空作业 所以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 都必须完成工作后才能从电线杆上下来 刘荣欣虽然是青海本地人 但每次在高空作业之后依旧有呼吸困难的感觉 青藏线上面,高海拔,紫外线很强 特别是我们灯干时候更感觉的艰难 干上去喘气觉得都不舒服 特别是紫外赛的,脸颜色脱皮的现象 刘荣欣的同事告诉记者 他们经常会说刘工长就是高原电力设备的保健医生 因为十多年来,刘荣欣都按计划组织工区职工 对所管辖的供电线路进行集中检修 凭借丰富的经验 他总能很快发现电力线路问题和很多不符合标准的作业 并和其他同事一起及时解决 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能发现的问题 他能及时发现 并且给我们指出这个怎样整改的方案 他这个待人也很和善 在职工中威信也比较高 刘荣欣表示 作为一名合格的高原电力线路工 必须胆大心细 要有很强的工作责任心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但是由于高原工作环境艰苦 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这份工作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出更多的年轻电力线路工 在他退休之后依旧有人在这个岗位上坚守 培训一个新员工是一直两年时间吧 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 对这份电力线路工的理解一定要深刻 和电打交道带着生命的危险 我希望他们能更加优秀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